说到四季对于丰田来说 它是自家当之无愧的旗舰轿车 也是张南社长最喜欢的座驾 对以前的别克来说 四季绝对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谁家要是有一台四季啊 那绝对是事业有成的 不过对于现在的别克来说 可能四季是这样的一台MPV 别克最新的设计理念 纯粹这套画繁围简的设计 跟试剂整个车身还是蛮搭的 像是一个律动波纹的一个大尺寸格山 七字型的大灯 这些都是很有设计细节的 看上去足够稳重和高级 另外呢就是这台车的尺寸其实并不小 它的车长达到了5米23 它的车宽甚至已经逼近2米了 它的轴距也有3130毫米 比起G18整整大了一圈 所以在停车博位的时候 压力还是蛮大的 像是其他的一些设计细节 大家通过空镜好好看一下吧 这套内饰还是展现出了 别克作为一家成熟车企 该有的功力 现代科技化的地方 是这个一体式的双联屏 30寸6K并且它也有8155的芯片 所以它显示的细腻程度 它整体的流畅度 它的UI设计都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也保留了非常好用的 无线carplay功能 也有FOTA的一个升级功能 所以它比起一些新势力车企 一点也不差 其次是整个氛围的营造 相比于G18爱维耀 它整体的用料会更加考究 并且它这个配色 也是相当高级的 整个做工用料 也是达到了我们 对于一台豪华车 该有的一个需求 另外它所有的细节 都是值得推敲的 譬如这些储物格里面 你可以看到 都有直容的设计 这些就是一台豪华MPV 该有的水平 相比于更加珍贵 更偏商务的四座版 我们这个是六座运势版车型 它相对来说会更加宜商宜家 这个第二排是肯定足够舒服的 包括整张座椅的柔软程度 并且用上了也是NAPA的真皮 另外它这个第二排 基本上都是用上了电条功能 并且它跟第三排是共轨的 所以它前后可以移动的范围很大 第二排的所有控制 都可以通过这一个小屏幕来进行操作 有通风 有加热 还有多点的按摩 座椅的移动 空调系统 窗户等等 另外就是里面预设了很多模式 譬如静享模式 我们这两张座椅就可以拉得更近 整个沟通会更加亲密 还有一个休息模式 休息模式下 它会牺牲掉第三排的一个乘坐空间 它有一个腿拖 脚拖 都会同时打开 从而获得一个更加舒服的坐姿 另外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式 是一个第三排的便捷上下车功能 二排座椅收起腿拖 调直靠背 并且还会往两边靠 从而留出一个充足的中央通道空间 方便第三排的上下车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模式 供大家去探讨 所以整体来说 这些联动都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可能家里上了年纪的老人 不太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所以它这个第二排 也保留了一个座椅和空调调节的物理按键 从而方便大家操作 所以这些就是世纪做的细节的地方 可以方便很多年龄层的人使用 世纪这个第三排 其实跟很多MPV的第二排舒适度是相当的 首先它这个座椅同样足够宽大厚实 也是NAPA真皮的材质 另外在装备方面 它有一个很大的侧窗来保认遮阳杆 还有这样连这样的配置 另外这个座椅也支持电动的调节 还有通风加热 所以坐在这个第三排 你并不会感觉到跟前排有很大的落差 整个乘坐舒适度 比起很多MPV的第三排都要好 相比于现在很多新的MPV都开始电动化的进程 世纪搭载的依旧是我们很熟悉的那套通用的动力总成 2.0T的发动机 配9AT变速箱以及48V清混系统 数据都没有什么变化 174千瓦350牛米 这套系统匹配的也是很成熟了 虽然不至于像是那些电动车那样 只动辄5-6秒破板 通用这套系统依旧提速是非常顺滑的 线性的 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顿挫 并且整个动力储备也是够的 只要你肯生产油门 根本不会有什么超车法力的情况 还有就是试骑整个驾驶视野是非常好的 再加上比较轻便的方向盘和 比较不拖踏的动力 整台车开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并不会有那种开大车的笨重感 同样的 4G没有什么所谓的空气悬挂 也没有什么CDC 而且前面还是麦活讯 但调教方面 4G还是焦足功课的 整个底盘还是舒适的基调 悬挂对于对阵的过滤很好 就算是面对一些大颠簸 或者是路面接风 整台车都是十分干脆的 并不会有不断浮动的动态出现 而且这套悬挂的侧向支撑也是很不错的 像是我这样子做一个变现 或者前面快速过一个弯 整台车都是很稳的 并不会有晃晃悠悠的感觉 很利落 所以整个表现也是足够高级的 当然这台车最大的亮点 还是在于它的MVH控制上 在今天大部分的试车里 车内基本上没有很明显的风噪 这相对于路噪和环境噪音的隔绝 都是相当到位的 只是在前排偶尔听到发动机的一些 高转运动的响声而已 当然这跟它这些双层隔音玻璃 下音的隔音材料 以及ANC的主动降噪都是有关系的 整个安静的氛围已经对得起它的身价了 总的来说别克在这台世纪上还是教足功课的 它除了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外观之外 它车厢的一些用料对于豪华感的一个营造 都是拿捏到非常到位的 除此之外 它那个二三排的联动功能 我认为都是非常赞的 除了能够保证第二排两张高职座椅 应该要有舒适度之外 它第三排的实用性也有所保证 这根本不是那些后市场家装可以比你的 既可以商用 同时它家用也是非常合适的 尽管这个市场上 奔驰VD、Alpha都已经耕耘多年了 但定位更加高端的试剂 所展现出来的产品优势 我相信它在这个市场 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